好,這一課我們會講講有關於Alcane的Naming Alcane的Naming,其實所有的organic compound他們的Naming 都可以分成兩個部份的 譬如說,我們會稱前面那個部份叫做prefix 而後面那個部份我們叫做suffix prefix是講這個名稱的前半段 它是形容究竟這個compound它有什麼東西依附在上面 又或者代表著它有多少個carbons 我們來看一個typical的example 有一個compound它叫做tumisalpanthane 好了,這個名稱tumisalpanthane的這個名字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分開了我們所說的prefix和suffix的部分 前面,tumisal這個部分代表著prefix 是說它有一些什麼的branches 或者有一些什麼額外的東西 是插在它的main carbon chain那裡的 而後面整個名字那裡呢,你看到pantane ane這個部分呢,就代表著在整條的carbon chain裡面 它有什麼的functional group 在裡面 如果它裡面只有carbon的single bond的話 那當然就是ane味 那否則的話呢,我們就要按照著不同的functional group 去給它們獨特的名稱 那我們這一課呢,只是集中講Alcan的名稱 好了,那我們嘗試看一下,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我現在看到有一個compound 它叫做ch3ch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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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3 好了,這個這樣的東西,它的名字應該怎麼算呢 好了,我們首先第一步應該要數一下 究竟它最長的carbon chain有多少個carbon 好了,你現在看到 這裡呢,我在旁邊都highlight著 來吧, rule number one, okay count the number of carbons on the longest chain 最長的部分呢,究竟它的carbon有多少個 好了,我們數一下 我們寫完數字呢 1,2,3,4,5 好了,如果有五個carbon的時候 那我們會怎麼稱呼呢? 好了,我們就先理解一下 原來這個prefix的部分 我們可以這樣看的 1個carbon,我們會叫做myth開始的, okay? M-E-T-H,myth, okay? 2個carbon的,我們叫eth 3個,我們叫probe 4個,我們叫做build 好了,在organic cam1裡面的要求 只是去到四個而已, okay? 但當然我們不只是滿足於四個 那我們就再學幾個了 5個carbon的話,我們叫pent 這個有點像數學裡面 pentagon,代表著5的意思 6個,我們會叫hex 7個,我們叫hept 8個,我們叫oct 好了,如果你學到這裡 那我會覺得非常之欣賞你了, okay? 學到8個已經幾不錯了 好了,那我們先解決了剛才那個問題先 好了,現在這個這樣的compound 有五個carbon 那所以呢,我們的名字就照數了 看看有幾多個carbon 1,2,3,4,5,5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應該start with pens 而你看到每一個carbon 我們就看一下第二步 我們要看一下究竟它有些什麼的functional group functional group on the main chain main chain,是說的是最主要的那一條carbon chain OK,那你看到這條main chain裡面 所有的carbon都是saturated的 OK,那就是說這個是belongs to一個alkane的series 那所以呢,我們這個名稱 我們就會叫它做pentane A-N-E stands for alkane 這樣的意思,OK 那所以呢,整個compound 我們就會叫它做pentane pentane OK,那當然啦 如果我只有一個carbon的時候 我們會叫它做methane 兩個carbon的時候叫athane 三個propane 四個butane 六個hexane 七個haptane 八個octane 好了,那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理解 但是有時候我們得到的compound 不是那麼簡單的嘛 譬如說,我現在有一個product呢 是這樣的喔 那如果我真的看到一個這樣的compound的時候 那我應該怎樣name它呢 好了,剛才所說的rules呢 仍然正在用著 OK 就是說rules number one count the number of carbons on the longest chain 那我們就數一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 怎樣數是一個longest chain呢 好了,那如果我正常打橫地看的時候 1,2,3,4,5 當然是5個carbon OK 咦,但可不可以轉彎這樣計嗎 1,2,3 可以嗎?可以的 不過這個不是longest chain 那如果我由這邊數起 可以嗎? 1,2,3,4,5 5 可不可以嗎?都可以喔 OK 好了,那所以呢 這個compound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會知道了 它的名字呢 應該有pent pent 這個部分 好了,我們看看longest chain 1,2,3,4,5 咦 這5個carbon 全部都是saturated carbon 那所以 這個functional group 叫pentene 但問題來了 這裡額外多了的那一塊 我假設呢 多了那塊是這一塊 好了 多了的這一塊 那怎樣去name它呢? OK 好了,那我們就會看回 哦,原來 它是插了在這個carbon裡面 的 第二個carbon OK 咦,我可不可以這樣數呢? 1 2 3 4 5 那這個ch3 group 就會黏著在第二個carbon的位 沒錯的 那我可不可以倒轉這樣數嗎? 即是說我數1 2 3 4 5 它可不可以插在第四個位呢? 可以的 不過我們在整個naming的方法裡面 我們會跟從一個最小數值的數字去判斷 好了 那如果它比較2和4的話 那當然是2小一點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說 這個cx3 group呢 是插在2號位 OK 好了,那我們就會寫了 在前面 2 OK 它是放在第二位的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這樣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叫做branch 一個分支 好了 這個分支現在插在第二號位 那我們都要明明這個分支的喔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分支是在第二個位 並且呢 它有一個carbon 一個carbon 我們怎樣name 沒錯 就是一個myth OK 好了,但因為它是一個branch 所以我們要用另一種的字符 或者一個方法去表達呢 我們就會加上yl OK yl 代表著這個是一個branch的意思 OK 好了,那跟著我們最後一步呢 就是要將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 要加上一個hyphen 所有情況都是 無論什麼的情況 有數字 有英文字母 中間一定要加上hyphen 好了 那現在這個名稱 就應該叫做 to methylpantane to methylpantane 好,問題來了 那究竟這個位 是不是連著的呢 是的 那所以呢 我們寫得英俊一點了喔 這個呢 我們就叫做 to methylpantane 這個呢 就是正確的寫法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有關於LK 最基本的命名 和有一個branch的時候的命名的方法 弄下的 我們會在上課的時候討論 希望這個video可以幫到你 好,OK 好,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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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